今天來看一下 這個直播的畫面 我把這個電腦畫面叫出來好了 有個網址就是 在那個電腦上面你直接輸入 直接輸入那個facebook.com-live-create 就可以跳出一個直播的按鈕 然後他必須要套用OBS 一起使用OBS的軟體 然後今天要講的是網路型號懶人包的讀書會 讀書會 就是這本書呢 今天出版社跟我說要再版的 好 呃 哇 感謝 好多讚啊 張薇航嗎 看那個圖片好像好就是你 把它放低一點 因為這樣可以看到 我的桌面 電腦桌面 電腦桌面比較漂亮 可是我看電腦桌面 我就看不到我自己的 傷腦筋耶 看電腦桌面 我就看不到我自己耶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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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好吧 還是我把它放一張圖片好了 把一張圖片 不管了 背景就放桌面的背景就桌面背景 好今天來講這個 網路型號懶人包 為什麼這邊變成一個 一個鏤空的畫面 因為它是綠色的 然後我用綠色去背 所以這個綠色的標籤就被去掉了 好 因為出版社今天跟我說 這本已經再版了 所以我覺得 這本的再版速度比我的上一本 第一本還要快 所以應該是切眾很多人心裡的 心裡的共鳴吧 所以我在這邊講一下 因為之前我只導讀過一次 然後那一次只講了第一章 好 那我今天來講一下第二章好了 我們可能每個禮拜三來開一次好了 不確定 糟糕 好 好 第二章 網路行銷的懶人包緣起 好 二十頁 打開第二十頁 大家看一下 欸這個故事呢 這個故事是講我表哥到我家裡跟我跟我講一件事情 所以 好 有一天啊 有一天到我將近十歲的表哥呢 他從南部北上來找我 然後他特別問了我關於網路行銷這些事情 那我的表哥呢 其實他個性很隨和 然後工作非常的認真 然後日語又講得很好 精通外語 有很多公司都高興挖腳他 所以我就很好奇的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突然想要做那個網路行銷 這Windows一直跳出來很討厭 好 不要再顯示 OK 然後我就問我表哥說 難道你想要自己創業嗎 為什麼你一直在問網路行銷的事情 然後呢 果然 表哥他說明了事情的原委 原來公司裡面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夥伴想要一起創業 然後幾個比較年輕的夥伴呢 就負責技術的部分 那表哥呢 他就當公司的顧問 所以呢 當天我就花了兩個多小時的時間 我把整個網路行銷的一個原理 大概的說明了一遍 然後講完之後呢 我表哥就有了一個比較具體的概念和方向 但是該怎麼著手下一步 具體的做法應該如何做呢 好 那你是不是也遭遇到這個 如何動手實做的這個問題呢 好 我在那個2015年的時候 年底的時候 我出了第一本書叫做 用數位與網路行銷賺更多 一樣是激風出版社幫我出的 然後呢 裡面我講了 我從2003年踏入創業之路的開始 當時呢 因為從事業務工作 每天呢 被主管要求打80通的陌生開發電話 可是因為自己的個性很內向害羞 所以沒有辦法去適應那個每天都 帶來讓我巨大挫折和壓力的工作 最後呢 就突發奇想 我就用了送贈品的方法去取得客戶的Email 然後呢 很順利的利用這個Email呢 和大量的客戶溝通 在這個溝通的過程中呢 我就興起了自己創業的念頭 那事實上呢 在進行創業的前前後後 我換過了八份還是九份工作 在上一本書裡面 其實我沒有講到這些故事 那我的人生呢 並沒有因為創業之路 就從此一帆風順 也沒有因為透過網路行銷 就讓我如魚得水 過著咸雲野鶴般的生活 沒有沒有 相反的 從開始創業之後 我每天戰戰兢兢的承受著 下一個月的吃飯前在哪裡的 無心壓力長達數年之久 那這些經歷呢 其實反映了人生的真實面 王子和公主結婚之後的故事 並不是總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更多的日子其實是面對 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平凡生活 那幸運的是 在摸索網路行銷的這條路上呢 我沒有放棄 也可以說是因為無路可退了吧 所以呢 我不想再回去做電話陌生的開發工作 或者是在路上發傳單做問卷 那種令我感到痛苦的工作 所以這十多年來呢 隨著許多網路工具的轉變 我也必須一路追趕 一路追上這些新的網路工具 的應用技巧變化 可是越來越多的網路媒體新奇 例如說Youtube的影片啊 Facebook的社群行銷啊 Line啊 微信啊 Instagram啊 這些溝通工具 那這些工具取代了很多 舊的工具 譬如說以前MSM不見啦 Skype用戶減少啦 那這十多年來的網路巨大 網路工具的大戰之中呢 網路行銷的方式感覺變幻莫測 但是觀察久了 其實萬變不離其中啊 那就是內容行銷 始終扮演著最關鍵的角色 其他的行銷軟體 都是為了和客戶溝通的工具 觸及的工具或平台 隨著大眾流行的趨勢 使用的工具會不斷的轉換 所以呢 我整理了一套 網路行銷懶人包的教學 主要就是將主流的網路行銷工具 做個分析 只要你搞清楚了每一種工具的 主要目的是什麼 未來呢不論出什麼新工具 我們都可以立刻抓到核心關鍵的功能 然後掌握這些應用的技巧 我看一下現在有沒有人在線上 哎呦 粉絲團有五個人耶 好 那我就繼續講 雖然呢 網路創業並非 這些 網路創業之路並非一帆風順 不過呢 我卻有一種倒吃甘蔗的愉悅感 學的越 學的越多 走的越久之後呢 現在已經慢慢的抓到了 網路行銷應該如何運用的節奏 順著這樣的節奏 每天固定時間做固定的事情 譬如說我現在的Lineat 每天晚上固定八點 我會發出一則網路行銷相關的訊息 這是每天做固定的事情 那透過這個每天固定的發文呢 其實 我的 這個 反客 粉絲 粉絲就會 顏著度就會慢慢的增加 然後 訪客量也會跟著增加 粉絲也會跟著增加 那 粉絲增加的話呢 購買的人也會持續的變多 所以業績就會慢慢的變穩定 所以簡單的事情重複做 重複去做 那最難的不是做簡單的事 而是重複做簡單的事 重複做真的是蠻難的 我其實每天也要克服 我每天晚上八點要發什麼訊息 對不對 好 那 這個網路行銷懶人幫 就是我在這13年來自己摸索的一些網路行銷的方式所整理出來的濃縮版本 目的就是要讓初學者可以快速的理解如何利用網路行銷來幫助你的事業更成功 那你一定要知道為什麼各行各業都在追求利用網路帶來更快更大的效益 包括你的同業 好 如果你有想到什麼的話 可以直接在底下留言 我等一下要看留言 好不好 看留言之後我就可以回答你 OK 如果你的競爭對手已經開始在網路上大展拳腳 而你還是對網路行銷的方式一頭霧水 還停留在聽說某家公司利用網路達成了什麼什麼樣的效果 那我會建議你趕快去把這本書買回去研讀一下 別再只是聽說而不去做 好不好 對了 我表哥的故事還沒有講完 我在我表哥面前呢 把Google搜尋請直接打開 然後呢 我就輸入他的新公司要販售的產品 冷凍空調設備 結果呢 我在搜尋結果的第一頁 出現了好幾筆冷凍空調設備廠商的網站 而且這些公司都是表哥很熟悉的公司名稱 表哥說這些公司歷史都已經很悠久了 而且非常的知名了 然後我點擊了這些公司的網站 看了一下發現 這些公司的網站風格 一看就知道超過十年以上 也就是說這十年這些公司的網站都沒有去更新過 可能是有更新一些文字啦 但是那個版型啊什麼 都是很舊的版型 也沒有手機版 那表示說這些網站十年前就已經做好了 早就已經取得SEO的排名優勢 所以 如果你是一家新的公司 你要跨入這個早就已經有很多前輩卡位的市場 那你應該怎麼利用網路形象的工具 去佔有這個市場的一席之地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下次再看嗎還是繼續看 有輸的人就繼續看好不好 那沒有輸的呢 我再練一下第一小節就好了 因為不想直播太久 好 2-1在20頁的地方 第一點網路不分公司的大小 我想請問你 能不能從一個官方網站來判別一家公司的規模大小 如果你覺得可以 那你會用這個網站上面的哪些資訊來做判斷呢 也許你會說 從網站的公司簡介的歷史嚴格以及部門組織 就能夠看出這家公司的規模 沒錯 如果網站上有這些資訊的話 當然它前提是沒有造假 那確實能夠讓我們快速的了解這個公司的背景和規模 但是如果這個公司的官方網站並沒有詳細寫出歷史、嚴格或者是部門組織圖表 那你會用什麼依據來當作判斷的標準呢 通常一般人都會用 這個網站看起來很專業 看起來 看起來 或者是這個網站看起來很正式 好不好 所以呢 看起來很用心製作的網站 應該是有點規模的公司吧 就算公司不大 至少是有制度不會騙人的公司吧 心理應該是這樣想對不對 沒錯 一般人的心理都這樣想的 這是人之常情 既然了解一般人的想法 就應該花心思把自己的網站弄得更專業才對 懂吧 因為一般人都是看 這個網站看起來好像很專業 這個公司應該就很專業 一般人都是這樣的 所以 不要再隨便把你的網站 隨便弄一弄 然後就上架 然後就公開你的網址 這樣不好 那 但是為什麼還是很多人在製作網站的時候抱著隨隨便便姑且一世的心態呢 許多人都不願意在一開始投入太多的心力去製作好自己的網站 因為害怕沒有得到實質的收益 所以就草率為之 結果因為網站的形象不佳 導致消費者一看到你的網站就退幣三色 這種創業的心態真的很難成功喔 換個心態就能讓好事發生 我記得我自己的創業的第一個網站 因為我自己沒有很好的美工基礎 所以我就到國外去買了一些網站的範本來修改 那在2003年的時候 台灣其實還很少人知道部落格的平台 所以當時想要擁有一個自己的網站 沒有像現在這麼方便 那所以我當初就買了漂亮又專業的範本之後 其實我自己是用Dreamweber去修改裡面的logo 圖片和文字 然後再用FTP的軟體把它上傳到我虛擬主機上面去 花了大概一兩個星期的時間 很專心的一兩星期在做網站喔 然後我把網站裡面內容做好之後 其實我只做了4頁而已 一個就是公司簡介 產品的介紹 與我聯絡 還有產品的問答 問與答很重要喔 那網站完工之後 我就開始把網址利用email發送給很多的朋友 詢問朋友的意見 得到的回饋大多是 嗯 網站看起來感覺很大 感覺公司很大 很有規模 當時呢我聽到這樣的評價之後 心裡就暗自竊息 哈哈 這就對了 我的目的達成了 因為我只有一個人嘛 可是網站弄得很像 大公司 這個就是我的目的 那網路生意呢 跟實體的店面型態不同 欸你們有沒有看到我的背景換了 因為我的電腦桌面會自己換背景 這樣感覺不錯齁 好 呃 應該把line關掉 不然等一下一直有訊息跳出來 好 那 網路生意和實體店面型態不同 好 我把這節念完就好了 這個是心態跟觀念齁 心態跟觀念如果正確了 你的網路行銷接下去的路 你才會走得順 那我剛講說 呃 網路生意和實體店面的型態不一樣 就算你賣的是實體商品 上了網路之後 畫成了圖片和文字 一切都變成虛擬的 客戶在沒有看見你的實體店面或公司之前 根本不知道你的公司大小和員工的人數 所以呢 要在網路上做生意 最重要的不是你的公司規模 而是你的網站帶給客戶的第一印象 是不是夠正式 夠專業 基本的門面一定要先搞定 後面的訂單才容易收割啊 呼應前面所說的 如果你的同業呢 已經有很多前輩 十多年前的舊網站 早就已經排在搜尋結果的第一頁 那你該怎麼辦 如果你是傳統產業的話呢 你可以注意看看 那些舊網站 是不是都沒有更新過 甚至沒有手機版 因為早期的網站 絕對不會有手機版啊 對不對 那麼你製作的新網站呢 就要取得排名的 這個優勢囉 因為搜尋引擎 針對手機版的網頁 是比較友善的喔 所以如果你是 新的網站的話 你一定要有手機版 好不好 我們網路行銷欄人包裡面 加入web.ly很簡單 做完就有手機版了 不用另外花錢 好 好 二之二 到底該不該做自己的網站 嗯 到底該做 到底該不該做自己的網站 好 二之三 流奶爸為什麼要轉業 好 為什麼要轉業 嗯 這幾點 這幾點 如果你聽完的話 搞不好你就想要 想要離開你現在的工作了 看一下有沒有人在看好不好 看一下 喔 八個人還不錯喔 都沒有人 都沒有人 都沒有人問問題 感覺好像沒有人在聽的樣子 欸有聽的人出個聲好不好 打個按個讚或打個 一嘛 傳個訊息嘛 打個888好不好 鼓掌888 留個言嘛 讓我知道一下 欸 十個了不錯 幫忙轉分享嘛 好不好 這樣講起來很乾耶 都沒有人 啊 明明 啊 有有有 888 感謝感謝大聲 感謝講在意 感謝感謝 好 那讀書會的最大目的就是說 很多人沒有時間念書啊 那可是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 去寫這本書耶 那你們沒有念 那不是太浪費了嗎 而且一本書才賣不到300塊 對不對 我買我的課程都要 快10萬了 對不對 今天有聽到的人喔 買我的課程不用10萬 終生學員不用了 剛剛lag真的嗎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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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繼續講 繼續講 我現在講這一個 齁 為什麼要轉業 為什麼要轉業 好 那有聽到 有有有有邀請你的朋友進來 如果你的朋友剛好 如果你的朋友齁 剛好要轉業 或者是 正處於人生的徬徨期 不曉得自己要做什麼 或者是他想要創業 或者是被 被開除 非自願性離職 那又沒有太多的資金去創業的時候 大部分人都 月光族蠻多的 或者是 不要講月光族 就算你有儲蓄好了 你身上儲蓄個幾十萬好了 你為了創業 或者是幾百萬好了 你為了創業開建店 搞不好你那幾百萬就砸下去了 而且不見得有回收 或者是你申請個加盟店 搞不好就花掉你兩三百萬對不對 一個咖啡店 一個7-11等等 你就要花掉 現在好像至少都150萬起跳 拜託 如果你是存款有幾十萬的 那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做生意 所以 趕快聽下面這一段 為什麼我當初要轉業 好 人比人氣死人 在第23頁 二之三 人比人氣死人 很多人總是喜歡羨慕別人的美好 卻忘了把時間花在找出自己的優勢 其實 不一定要高學歷 或者是你要特別優秀 如果我今天特別優秀的話 我今天寫這本書 我覺得也沒什麼了不起啊 因為我看過很多人 他都是 哇美國 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耶魯還是什麼 麻省理工學院還是什麼 哇高學歷高到嚇死人 問題是 我看到那個作者 有 這麼好的 家世背景 學經歷 然後我看完他的書之後 我只會覺得說 他好厲害喔 可是 我沒有他 這麼聰明 沒有他這麼高學歷 沒有他這麼多經歷 那 我有辦法做到跟他一樣嗎 我那時候第一個疑問就是這樣 所以我 我每次看到那個學經歷很棒的人的書齁 我都會感覺我能夠跟他一樣好嗎 那我看他的書 對我來講是吸收我的知識 但是對我來講 我的自信心反而有一點點受到打擊耶 就是 我是不是要跟他一樣好 我才有辦法去寫那樣子的東西 或者是做那樣子的事情 那你如果你看我的書的話 有個好處就是 我沒有什麼太高的學歷 英文也沒有多好 然後也沒有比別人特別聰明 但是你只要堅持做一些小事情 持續去做 他就慢慢發酵了 那我現在就進入主題 我今天講 這段轉業的過程齁 我剛剛講這個是 其實 不一定要高學歷或者是特別優秀 也能夠創造自我的價值齁 創造價值這點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創造自我價值齁 今天有一個學員一直在跟我講說 呃 哪怕我們去某某國家批貨回來賣 然後我發現我的同行都一直在探賜我的軍情 就是 他的同業 呃 弄了一個假帳號一直在問他 他賣 他賣的那個東西 他賣多少錢 假裝客戶就對了啦 他的同業也假裝他的客戶 然後被他發現了 因為他到後來發現這個人好像不是客戶 因為他問的問題有點太深入 所以他覺得這個應該是同業 同業來問的 那 他就一直問我說 怎麼樣在網路上避免同業來刺濤我的軍情 怎麼樣避免同業發現我的網站 怎麼樣避免同業來成為我的粉絲團粉絲 我跟你講 想這些都是浪費時間啊 想這些都 都於事無補 因為你的同業 跟你一樣 都想要去參考比他更好的對象 來模仿他 因為 這是人之常情 所以你沒有必要去擔心那些事情 因為那個太浪費時間了 欸 會不會沒電啊 好不要 不要講太久 一次半個鐘頭以內就要結束 不然等一下我的相機又沒電 所以要怎麼做呢 就是要 努力的去發掘自我的價值在哪邊 因為每個人都不一樣 上帝造人每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你要去思考你的價值是什麼 即使我們賣的是同一種東西 但是我們仍然能夠創造一種 讓客戶只想跟我買的價值 即使我們賣的是同一種東西 我們還是可以創造出客戶只跟你買的那種價值 可是那種價值是什麼 我不知道 以我的話呢 我的表達能力還不錯 這是我後天的訓練 那這個價值就在於 我的學員聽我的課 他會覺得 他聽得懂 他可能聽其他人的說明聽不懂 但是聽我的說明他聽得懂 OK 這個就是我的價值 所以我適合來理解一些東西之後 然後來教其他人 可是我的理解力不好 所以有時候老師在上課 別人聽懂了 可是我聽不懂 但是一旦我聽懂之後 我可以用很淺白的方式 就好像這本書 我寫得很淺白 我可以用很淺白的方式 去教會更多的人 然後這個就是我的優勢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教一樣的東西 可是我還是有我的客戶群 我的學員 我的學生的族群 都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要去找出你自己的價值在哪裡 好吧 OK 那 我那時候 我寫到這一段就是說 我之前換了八到九份工作 一直找不到自己喜歡的工作 然後待最久的一份工作 也做了三年半而已 直到我29歲自己創業之後 我第一個創業的工作 就做了八年 我終於了解自己的個性 就是不喜歡在別人的公司上班 然後我喜歡去靠自己的創意去行銷產品 在2011年的時候 我另外創立了一個電腦軟體的教學事業 就是現在 如果沒有第一次的創業經驗 那就不會有第二次的創業 因此讓我進入了一個很少人 能夠單獨一個人就經營成功的事業 事實上我不只一個人 因為我還有我太太也在幫我 幫我開發票啊 幫我跑腿 幫我煮飯讓我吃啊 幫我 他會做美工 他會做美工 他會做網頁 他會喔 所以他會幫我蠻多的 所以我其實不是一個人創業 其實我是 全家人都是我的員工 就是我 我太太 我大兒子跟我小兒子 好 因為小兒子有時候直播的時候 在我背後跑來跑去當背景 你知道嗎 然後創業前的工作呢 讓我認清了自己的性格 也慢慢了解自己的優勢 第一次創業的經驗 讓我了解社會的脈動 還有創業該注意的細節 但是為什麼我要第二次創業 這個原因很值得分享給你做為借鏡 唉唷 重點來了 第一 人心可畏 曾經在影音機公司上班的時候 負責每家公司的影音機維修保養工作 當時認識了一個DIY家具的老闆 這個故事我之前講過 如果你們有聽過的話 然後呢 我向這個老闆提議說 我可以幫他賣產品 然後在網路上賣 結果他給我六折的經銷價 我很開心 兩個月之後呢 我的 我每個月的淨利潤 大概可以拿到兩到三萬塊 然後那個老闆就很驚訝 問我怎麼賣的 我就沒有毫無保留的一五一十 說出了我駕購物車網站 然後賣家具的經過 隔了一個禮拜之後呢 他們老闆就 請他們小姐打電話給我說 不給我賣了 不給我賣了 那我很驚訝的問為什麼 他說他們老闆自己要在Yahoo去開商城 那個西元2003年的年代 2003年的時候 Yahoo商城一年是十三萬 從此呢 他就把我斷貨了 好不讓我賣了 那 那我從那個時候開始認清了 與人合作的現實面和風險 日後呢 我再也不會犯同樣的錯誤 如果要合作 一定要白紙黑字定合約 才比較保障 那我目前的第二次創業呢 以電腦教學課程為主業 所以不會再發生原廠斷貨的問題 所以我成功的解決了 依賴原廠提供貨員的不可靠性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囤貨的壓力 第一次創業的時候 是從網頁設計接案的SOHO生活開始 那個工作最大的風險就是 時間成本和收不到尾款 所以我一邊接案 一邊去經銷網路伺服器的產品 讓自己的收入能夠均衡的發展 後來呢 我在網路伺服器這個實體商品 就是大型的電腦 讓我獲得比較穩定的收入 但是卻陷入了另一個危機 就是囤貨壓力所帶來的周轉經的問題 因為客戶都是中型 中小企業居多 所以當時呢 我賣了一些企業用的郵件伺服器 很多客戶要求試用產品 兩個禮拜或是一個月的時間 那一台主機至少都兩三萬塊以上 有些規模比較大的企業付款給我的時候 還會請會計開三個月的票 才會兌現現金 支票開三個月就對了 應該很多人有這個經驗 所以這個經驗讓我了解到周轉經的重要性 但是我目前的這個教學產業的課程 並不會有周轉經的問題 也不會有收不到尾款的問題 課程一定是先收費 對不對 沒有說東西給了然後才收費 所以呢 我又成功解決資金需求的囤貨壓力 第三個 物流和交通的成本 我以前在賣這個大型電腦的那八年期間 雖然很多客戶都是從網路上來找我的 但是呢 說明、簡報、產品測試都必須跑去客戶那邊 所以我那時候全省到處跑 我只差花都沒有去啦 最難到高雄 還沒去到屏東 好 那個時候呢 常常會 運送電腦主機也是有風險 請貨運公司送我也會擔心 對不對 所以常常開著車自己跑 那物流和交通成本每個月都好幾千塊 那目前呢 的創業模式 網路上線上教學 沒有物流和道普說明的需求問題 因為全部都已經影片化了嘛 因為現在頻寬都夠嘛 以前頻寬不能夠去做大量的影片 第四個 同業殺價競爭 你看我講這些問題 如果你也有的話 仔細聽一下 以前販售伺服器的時候 因為產品不是自己開發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跟經銷商 或者是跟原廠去進貨 譬如說IBM 每個人都找IBM拿貨 或者是找代理商拿貨 對不對 那開始前幾年很好做 後來隨著產品的知名度變大之後呢 一堆經銷商也進入搶食同一個市場 然後我那時候大力推銷的那個產品 後來造成了自己的競爭者 因為同樣的產品其實沒有太大差異化 為了搶客戶 後來大家就殺價競爭 那是我第一次創業的那個伺服器產品 那目前的 我目前做的教學產業呢 雖然同業也不少 但是呢 教學風格是每個人都不一樣嘛 對不對 我剛剛講過了 上帝創造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天賦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風格 比起其他的產品呢 其實我覺得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還有獲利的空間 所以呢 我就成功解決掉了商品同質性太高的問題 隨時可以創造自己的差異化 隨時去創造自己的差異化 第五個 售後服務 以前在賣伺服器的時候 要處理硬體和軟體的網 還有網路的問題 常常在電話裡面一講 就是一兩個鐘頭 然後呢 因為客戶那個Email不能中斷 因為我們賣Email的伺服器 一中斷就很緊張 非常緊張 所以呢 我現在的創業就是電腦教學為主業 我有充分的時間去準備我的課程 然後呢 我有足夠的時間去慢慢分析客戶的問題 我就成功解決這個 售後服務帶來的高度壓力的生活 解決掉那個高度壓力的生活 第六個 銷售區域 以前賣Server伺服器 我只能賣到台灣的全城各地就了不起了 現在呢 從線上教學 我可以賣到世界各地 我學員可以去找國外的學員 不一定要在台灣 所以就成功解決掉銷售區域受到限制的問題 基於以上六點呢 這個就是牛奶爸為什麼花了五年時間去轉業的主要原因 那這條路不好走 但是我很明確自己的目標 因為目標很具體 展現了成功之後的好處 會比之前的工作更好 所以呢 我願意堅持到現在 做這個教學工作是從2011年開始 萌芽的 2011年開始 到現在17年嘛 對不對 大概六、七年的時間 所以不是一剛開始就 就這麼好 現在也沒有到很好的程度啦 但是至少經濟上比較穩定 那剛開始的前五年很辛苦 部落格從2010年開的那個 牛奶爸的網路創業私密日記的那個部落格 是2010年開始開張的 那個時候還 還在賣伺服器 然後慢慢轉換成教學工作 所以 沒電了 很好 沒電了應該還有聲音吧 好 那現在應該是 只有電腦畫面 沒有那個 沒有影像畫面 好 好啦 今天就先分享到這邊啦 OK 那有沒有什麼 欸 還有人在嗎 有在的按一下 一個8就好了 8 太好玩了 唉呦 直播了34分鐘 只有聲音 對 只有聲音 因為 因為那個 畫面停了 好 畫面停了 畫面停格 哈哈哈哈 真的 外面停格 好好玩喔 好啦 今天先講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 如果 你們對這個 主題有興趣的話呢 你在底下 留言 你想下次還想要聽什麼 不然就是我們下次就是繼續往下面講 欸 好啦 預告一下 下一次呢 下次我們會講說 行銷的關鍵 發揮影響力 欸 這張蠻不錯的 發揮影響力 發揮影響力 好 那我們就講到這邊啦 趕快瘋狂按讚好不好 瘋狂按讚 然後按 然後按 81 拜拜 81 拜拜 81 拜拜 OK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 其實看得到電腦桌面還不錯 還可以做電腦教學 新增視窗 新增視窗 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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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視訊結局裝置移除 因為我的已經停格了 這個時候呢 嘿嘿 這個時候其實你就看得到 這個臉書廣告 講一下這個臉書廣告 講一下這個臉書廣告 其實720p 因為臉書的那個直播是720p嘛對不對 這個720p齁 如果你把它放到前螢幕的話 其實你還可以還是可以看得清楚 我的這個操作介面 所以直播也是可以做教學 我來講一下這個 講一下這個好了 這個月啊 那個臉書又 update了 更新了它的那個 本來這邊有14個還是15個 廣告功能 然後現在又變成了 123456789 變成10個 欸你說減少了嗎 其實不是減少 而是它把它 隱藏到裡面去 它本來是都把它列在上面 然後它現在把它隱藏到裡面 譬如說互動 互動裡面點進去的時候 它底下就跑出來 喔 貼文互動 粉絲專頁按讚 活動回覆 又會領取4種 光是互動底下其實又有4種 所以它之前它是都把它放在上面 那這個是流量 流量 流量 流量其實是導引客戶的 導引訪客到你的網站去 這個叫流量 然後改了一個名字這樣而已 其實它旁邊都有一個經代號 去做說明 你可以看經代號有沒有 吸引更多貼文互動 粉絲專頁按讚 活動回覆 又會領取 你可以按按 不用按了 就移到這邊來就可以看到 吸引更多用安裝你的應用程式 這個是指你有開發臉書APP的狀況下 才需要用到這種廣告模式 觀看影片 吸引更多用戶觀看你的影片內容 這個就蠻直覺的 一看都知道要幹嘛的 開發潛在客戶 從對你的品牌和或企業有興趣的用戶中 挖掘銷售潛在顧客人數 例如電子郵件地址等等 這個不錯 這個就是名單收集頁 你不用自己做名單收集頁 直接用這個開發潛在客戶的功能 去打廣告的時候 他就會自動 自動 自動把他的電話或Email 填進去表單裡面 自動 所以你就不用再做名單收集頁 蠻方便的 像這個品牌知名度是什麼 觸及叫有可能對你品牌感興趣的用戶 提高你的品牌知名度 這個可能就是那個 讓你的粉絲團按讚數變多的那個功能 這個觸及盡可能擴大廣告顯示對象 你都可以去玩玩看 但是我個人比較推薦的是什麼 我個人比較推薦的 第一個 觀看影片 因為他的廣告費比較低 第二個 開發潛在客戶 因為你可以直接拿到客戶的名單 拿到名單之後 你之後可以發Email給他 或者是你可以利用這些名單 做成一個自訂受眾的族群 自訂受眾族群 右邊這個比較困難就是 對第三個是這個流量 就是帶領客戶到你的網站去 到你的網站的名單收集頁去 你也可以把名單收集頁做到你的網站裡面 好處是什麼 就是你的名單收集頁可以去 去 比如說用GetResponse之類的 把它做成一個自動追蹤性的名單收集頁 讓他填了表單之後 就會自動收到第一封信 第二封信 第三封信 第四封信 可以事先寫好 一旦他填寫之後就可以自動追蹤 自動追蹤它 這個開發潛在客戶 他沒有辦法去自動追蹤它 他只會純粹收集客戶的資料 不一樣 這個互動就是貼文 就是可以 比如說你有 你的粉絲團 發表了一篇文章或是影片 然後你直接利用互動功能去 去增加他的貼文互動 這個轉換次數比較複雜一點 他可以去做 但是他必須去 這三個都是必須去買你的像素 臉書的像素把它買進去 那這幾個呢 這這一頁通稱為行銷活動 他的 他的那個那個那個 潮狀結構是這樣 就是行銷活動裡面可以包含廣告組合 廣告組合裡面可以包含多個廣告 所以一個行銷活動裡面可以有多個廣告組合 多個廣告組合裡面可以有多個廣告 好 講完了 還是聽不懂 其實呢 我沒有做那麼複雜 我就是每次要打一個廣告 我就從頭來 行銷活動 每一個廣告都是一個新的行銷活動 好 那除非要做什麼 除非你要做 這個 建立分組測試 APTest 就是同一個 同一個行銷活動 就是譬如說 好 我同樣是導引流量到我的網站去 同樣是這一個 然後呢 我底下做了 多個廣告組合 多個廣告組合的意思就是說 我在這個廣告組合裡面去變更不同的條件 下不同的條件 但是一次人變一個喔 一次人變一個條件 那同樣是屬於這個流量的這個行銷活動 也就是說那個廣告有很多種組合 但是它的目標目的都是導引客戶到你的網站 這個叫做同一個行銷活動 然後不同的組合 那不同的組合裡面會有不同的廣告 什麼叫不同的廣告 譬如說 每一個廣告都只變換一個因素而已喔 譬如說 變換圖片 或者是 變換不同的年齡 那其他因素都要保持一樣喔 只能變換一個因素喔 這樣你才能夠找到 哪一個廣告 比較多人觀看 那你就要捨棄那些 譬如說 你30歲到40歲是比較多人看的 那你就要捨棄20歲到30歲那個族群 就把它拿掉 保留那個最有 最多人觀看的廣告 效果最好的廣告 好啦 暫時講到這邊啦 OK 看一下還有沒有人在看 唉唷 還有7個人在看 哇 真不錯 7個人真堅持啊 6個人 好 好啦 沒什麼聲音了 唉你覺得這個 今天 今天講的 有對你有幫助的話 幫我打個 6 6 好不好 打個6好不好 你覺得今天講的 對你有幫助幫我打個6好不好 如果沒有幫助的話 以後就不要講了 有幫助就打個6 好不好 沒有人 沒有人 那6個人是鬼喔 沒有人 快嗎 唉 有了有 Willy耶 建章 感謝 有幫助喔 好 唉 那你們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為什麼 網路行家 我們在做教學的 然後還要 常常做這些免費課程 在網路上曝光給人家知道 為什麼 要不要拆一拆 為什麼 剛看到 好 沒關係我等一下不會刪除 不會刪除 你再 倒回去看就好了 你們會不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那麼多人在 開課 收費開課 可是呢 又會 又會常常開一些免費的課程 開了免費課程 就收不到費用啦 那這個行銷邏輯到底是什麼 要不要說說看 你們知道的 大概的原因 那行銷邏輯到底是什麼 甚至喔 甚至喔 有人說 我開課 呃 不賺錢都沒關係 我講課免費 公益 都沒關係 而問題是 它本身 還是需要養家活口 本身還是需要有收入耶 可是 為什麼它這樣講 這個貝奧的邏輯是什麼 如果你想得通的話 那 你就慢慢了解人性 慢慢了解怎麼去做行銷 沒有人回答耶 不知道 可以回答不知道 大概知道可以回答大概知道 雖然人數不多 直播曝光知名度 嗯 沒錯 不錯喔 對啊 看有互相討論 總比都不講話來的好嘛 對不對 互相討論一下 不懂模式 免費開課也是行銷的一種 欸 沒錯 講得很好 免費開課也是行銷的一種 太好了 大部分齁 有一種人叫做 付出不求回報 有一種人是叫付出不求回報 另外一種人叫做 好 很假的 所以有兩種人啊 一種是真的很 很大氣 付出不求回報的人 那 上帝自然會給他 另外一種回向 就是他在這世界上 都做好人 那 可是他的回報 是從另外的地方過來的 這種人付出不求回報 另外一種呢 我說他很假聲 就是 他是故意這樣講 讓大家覺得 哇 這個人真的是 很無私的分享啊 讓別人對他有一種 非常好的印象 這種人就是很假聲的 所以一般在 在媒體上面 通常都會有這兩種人的存在 那 怎麼去分辨這兩種人 就是要看他的 所作所為 是不是言行一致 言行合一 11點喔 好啦 不要講了 講到相機都沒電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好不好 OK 下次 如果有可以的話 禮拜三晚上10點好了 好不好 禮拜三晚上10點 那不要超過11點 所以現在11點 OK 好 中景晚安 感謝收看 Ada晚安 威力晚安 感謝老師的付出 應該是我感謝你們的收看 不然 每次宅在家裡工作也是超無聊的 所以我都會去參加B&R的商會 對 下禮拜二 如果你們 如果你們想要來參加B&R的話 B&R是 裡面都是創業家 下個禮拜應該會將近100個人來吧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多認識一些創業家 你們想要曝光你的產品的話 歡迎你跟我報名 好不好 380塊 早餐 會議費用380塊 有含早餐 就這樣 我們下禮拜三 下禮拜三再見 OK 拜拜